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節目,我是Yammy 現代有透過特殊加工、保存期間 比鮮花更長久的永生花 中國都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工藝 可以做出永不丟謝的花 一齊去片看下 在江蘇揚州 九五校女仔黃雲玉學習通俗花工藝14年 成為非為傳承人 至今防珍花偉作品累計上萬件 更還原出古話中數十款花偉頭飾 可以放置幾百年都不丟謝 通草是中國古代一種中藥材 通草花以通草片為原料 要趁通草內應濕潤時取出 至成段 離直曬肝 至成紙片狀 文理細軟結白 又可修成 敬文簡藝術 架工而成的通草花 質地柔和 色調秀雅 可與真花比美 早在不宋而有寿 聖大著名文學家修飾 在四花相似說中 曾以四種架花比喻四花 桃薇薇花像通草花 桃花像立花 海棠花像眷花 品種單調 僅限於頭大花 有鳳鮮花 七谷之類 黃文玉表示 通草花曾在古代宮中珍花 希望更多人了解和認識這門手藝 被這種永不丟借的花傳承下去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